其實這些虎老都是子鄉烏有的 這是現代的愛男女關係 現代那個前官代入去的人物來想 古代最簡單的就是兩個都自己去 說爭取公主案發一定是正式 唯一的虎老就是你跟黃蓉申調她是否願意做妾 我們通常說一夫多妾其實不是一夫一妾多妾 但偶然有個情況很難分大小 可能是兩個政策,用自己的姊妹的姓夫 唯一的虎老是她為何惶惶惶惶 要是要做妾,要是要做政妻 她跟華僧說可以嗎?是兩個政妻 虎老應該是這樣,不是在世典人傳媒面試出來那種 我們看一些通俗的問題,影子作品那些男女關係 根本那些人是穿著古代的衣服用現代的思考 那些問題根本不存在 這個飛河外傳,飛山飛河無非同這個 原子伊能情形素,是嗎?都是一樣的 根本有什麼苦澳,就是兩個水災了,是嗎?有什麼問題 這個智學施養也是這樣,我們其實活在現代性裏面 我們會覺得,即是在現代性裏面去看古典哲學 我們會覺得,即是在現代性裏面去看古典哲學 就是在說所謂合體,原來它是直接在說那些事的東西 直接在說那些事的東西 你不懂得是ontological的 其實這些想法 第一個說法,一定有問題,因為沒有subject就不會有object subject、object相對,你都未出現subject、object的區塊 就不會有object、object、difested的 就是ontological,ontos這些字本來有的了 這個說法,應該怎樣說法呢?就是這個字可以有不同的了解 用現代的觀點去了解,以及就古代的觀點去了解 那ontological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就古代觀點 不是現代觀點,OK? 好,但我們其實是這樣,如果這樣看完之後 那麼,contemporal philosophy 呢,就應該是揚起了這個主體線次學的了 但是它作為一個主客對立之下,去鋪陳之後問題 處理之後問題 但是,contemporal philosophy 很難,因為首先有兩個集團 先看歐陸和英美,OK? 英美也很複雜,歐陸也很複雜 可能有一個很言簡易改的說法,或者幾個言簡易改的說法 可以容紮到,概括到,這個contemporal philosophy 是怎樣的,我們今天都不希望做這個東西了 但是呢,講了這個歷史背景之後,我們現象學 現象學就是這個歐陸哲學,就是contemporal philosophy 裡面歐陸哲學,European philosophy,contemporal philosophy 所謂的第一國學派,現象學,然後慢慢再有其他 存識學,是否也就知道? 存在主義是坊間講法,我們專業哲學就覺得 根本這個就不是一個哲學,如果它是哲學的話它就屬於現象學 它並不是哲學的就是文化活動,對不對? 好,好吧,不過不要牽扯了這麼多的知情,否則講不完 好,那現在這些現象學,就是這個 就是contemporal philosophy,當代哲學 當代哲學裡面的歐陸哲學,這一支裡面的開心皮組 好啊,OK 好了,就完成了 好了,胡塞尔和凱多教是他们的生出年 胡塞尔就好 我见到两个人歇了三十年了 胡塞尔就是19世纪中学院 我认识是19世纪的末业 受两个人的学问,两个人的性格 跟着他们的学问起点 与着学问的性格都很不同 胡塞尔基本上对此有感兴趣的朋友 很多互相认识或认识其他朋友 都知道进入之后可以很不同的进度 有些人纯粹从知识追求真实的事 真实的Being 追求真正的知识进入 有些人可能是从道德问题去脱入自学, 有些人可能是从艺术審美去脱入自学, 还可以很多不同的资料去脱入自学, 胡翠本人基本上是从知识进路, 这是追求知识,追求必议, 性格本身都是从这边出发, 而可德格本身是从历史, 从人类的历史实践, 从历史、宗教这些体验去脱入自学, 气质开始如何不同, 首先有差别, 加上这个年代有些不同, 胡翠那个年代和我计算是有30年, 西方文化整体的主体也有些差别, 不过那个我们不说了, 觉得太多置业差了出来,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引入这个奥斯尔·纳克迪亚的分量, 我们现在先简单一下, 胡翠本人从追求知识, 这个B型来进学之后, 但哈利格本身基本上是从历史、宗教之后, 这是第一点, 这两个分别, 然后再下来, 胡翠本人是由他身处时代的知识情况, 他开始自学思考, 而凯德的本人, 却不是就着他的时代, 当然他学问开展出来会对应时代性, 但他一生自学重心, 一开始是少年时代读了阿里斯多特的形状学, 就是Physics, 那边就立刻认同了阿里斯多特的讲法, 阿里斯多特当然用希腊文, 不过我们现在讲海底, 如何承习阿里斯多特, 那我用得了。 好, 阿里斯多特 Waiti, 在这里是什么样。 在这里是什么样的 ? 阿里森就说metaphysics这个字 都不是阿里森本身用的字 这个我再讲多些知识也许多了 这里有些朋友已经有这个字学 基本知识有些没有 那时候回去补充饭 对阿里森道来说 这个metaphysics的通识叫做proto-philosophia primary philosophy 你知识最基本的最核心 这个primary philosophy 究竟处理什么问题呢 就是处理换成德文 Scientist,Arts,Scientist 和The Scientist,Scientist 想起来吧 没办法,要学习德文 就讲湖上去教